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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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其實是東方比他早,但自從出了爽報之後就很準時了,12點半左右在阿嘉又加 所以剛才你說過,因為還要退前印刷的時間 這樣啊,那你做不及了,蘋果 是啊,我猜他做不及了,後日出了,說黃楊達,黃毓民勢不良 這個某個程度也對,因為這個月,毓民和大舅在立法會裡面,因為拉布戰 剛才大舅也打電話給我,今天開到10點,可不可以不來 我跟他說,時間約好了,黃楊達會頂住這個月,所以你們也不用操心 都操心的,怕收聽率會下跌 你在這裡,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我們先報告一下,今天一定要宣告的,今天這集節目一定要宣告的 基本上拉布戰是宣告成功的 為何不早說 不是可以這樣說的,因為我剛才在立法會來,其實這個不是我講的 是黃毓民講的,黃毓民就托我在他的地盤,毓民踩場就跟大家說 這個拉布戰是宣告成功的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今天誰出來說話 林鄭月娥 對,宣佈,那些人就隔出來,宣佈所謂的讓步 就說會押後去審議,討論這個5C14局的架構重組 簡單說,不是第二次打尖,即是不能做第二次打尖 但我覺得大家要想清楚,其實這個不是一個讓步 原因很簡單,因為數到不夠票 不是,不單止這件事,不夠票那件事,稍後再討論 不夠票,稍後再討論 首先就是,其實是數到不夠時間 不夠時間 第一件事,這個又是黃毓民要我講的 這個不是讓步 這個其實不是讓步 因為他原本這條決議案,本來就是排在第17位 原本,最初最原本就是排在第17位 好了,接著就發生了打尖事件,就拿上去修改議事程序 為甚麼修改議事程序呢?再解釋一次 因為立法會議政的程序就是 你要先審議法案,審議標先 好了,結束了標,結束了法案,接著才讀決議案 最後就是最沒有地位的,就是黃毓民那些 就是議員那些提案 那些是完全沒有關係的,沒有約束力的 那些就排到最後 所以,決議案是必然排在法案之後 當然,這個是決議案,他是要排在法案之後 當初那個修改議事程序就是 暫時終止了這個次序 這個次序安排,要打尖插上來 那當然反抬了,那就壞了,沒有了 被人否決了 好了,被人否決了 然後他就排回去,排回去決議案 但他原本是排第17位 不過他現在是排第二,這就是所謂的第二次打尖事件 好了,那現在就是所謂的讓步是甚麼呢 好了,我不排第二了 我排回去17了 那其實就沒有讓步 這個位置就是你根本就應該居這個位置 你只不過去到原有的位置 這是還原基本步而已 就不要說到自己很偉大 為了不要影響到民生議案那些東西 如果你是怕影響到民生議案 你一開始就不應該第一步打尖了 根本就不要改 不要在這個會期裏面改 那為何現在會做這件事呢 為何你現在會做這件事呢 就是因為他根本數過 根本就在這個會期之內 根本就去不了決議案 即他就算,為何他會做這個 他現在完全是姿態 他自從第一次打尖失敗之後 他要去決議案 而拉布拉到今時今日的地步 根本就去不了決議案 去不了決議案的話 那你排第二和排第十七的分別呢 所以其實今天的做法 徹底地是一個政治姿態 完全是沒有作出任何讓步 完全是沒有關係 因為這個會期 根本就不會審議到決議案 只是現在討論 剛才我在看立福會 在討論 毓民、大舅 在斜輪戰地說公司條例 只是這個都說到星期五 即現在的目標是拉到星期五 好了,接著財委會呢 禮拜五的財委會 其實在接下來的禮拜五的財委會 已經是不談關於架構重組的撥款 今個禮拜五已經決定了談其他撥款 也就是說根本已經跪下了 根本是投降了 在投降這個時刻 就在裝模作樣說讓步 根本就不要讓步 根本就審不出你的倒昂糕 完全是沒有關係的 完全是沒有關係的動作 所以基本上就是宣告拉布自己成功 當然黃毓民再交代 我清晰地說多一次 從五月開始到現在 七月十幾號 七月十七 今屆會期完結 這個歷史了那麼久的拉布戰 拉布戰歷史了那麼久 基本上是唯一未能夠成功守住的 就只有這個替捕機制 但是如果不是打了一場仗 很多結果就不會出來了 所以黃毓民也一再要交代 要強調 雖然守不住這個議員出決的安排 借替捕機制 但是第一 拉倒了版權條例修訂 這是第一 贏了一成 攻陷了一成 第二 令到他七月一號上不到5C14局 攻陷了一成 第三成 就是在這個立法會會期之內 都過不了這個5C14局 第三個是正在打的 那就不要那麼老定 但是他現在都宣告失敗了 就是勝利 我們一上來見到 阿達賴剛才看到 我看見面懵懵懵懵的 你知道他在說那些 已經是贏了 不過問題就是 爭就未開香檳的意思 不是 都是這樣的 但是他要繼續拉下去 聽眾就要諒解 毓民 我們大家都知道 現在拉布雖然叫勝利 但是未到最後一分鐘 未到最後一秒 即是在立法會的議員 人民力量的議員 都要努力去做這件事 所以我就叫他不要來了 他現在宣告勝利的意思就是 只要我每天好像現在 你怎麼可能去到這個星期 前提就要每天都好像今天這樣 所以就不要來做這個節目 還有做完的節目 即是會期完 但是我也叫他 你休息大概兩天 所謂兩天的意思是兩次節目 那又是你頂住 不是 但是他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叫收聽率不要跌破 不要跌破 照顧價就行了 不是收聽率不要跌 是收聽率應該在這個時期還要上升 剛才你叫他休息起碼兩集節目 但其實他已經約會 他結束了就要開會了 又會搞一些事 當然 早點不要休息 原來完全沒有休息 但是給他多一點時間 他可以早點睡 早點睡 做其他事 因為眼睛仍然是一些問題 這裏有一個關鍵 還是一般的 還是一般的 這裏有一個關鍵的問題 就是不知道你有沒有問過 這裏有一個關鍵的問題 就是到了會期完的那三天 現在我們是否要包圍立法會 當然想 當然想 當然是議員 想 當然想 想 當然想 我個人 這是人民力量會安排的 這個我個人是絕對支持的 到尾 如果拉布的行動 沒有外面的群眾去支持 去打氣的時候 那聲勢怎麼來呢 要見證歷史的一刻 尤其是這次會期結束 我想大家要做總結的需要很強 所以大家可能在那裏 做一些研討會 在立法會旁邊 其實上次在契保機制的拉布裏 那時已經有一個聲勢 即是聲門大會 那時我正在坐牢 如果我當時不是坐牢 他展報那一刻我一定衝進立法會 我一定衝進去 我一定衝進去 大家又在那裏說很激進 最近又有些人說很激進 又特意找到那些對手 我的同區的對手 不過那些都不是對手 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對手 有些人在那裏說我激進 一聽到我出入立法會 其實很容易衝過去 你很快地衝過去 然後其實你是有訪客證 你是可以進去的 我的訪客證很困難 先聽完他講這句話 先聽完 原來激進是可以很有創意 原來這個是punch line 想一想 剛才我在立法會 我們正在做其他事 正在商討其他事 其實這陣子當然很多事很忙碌 然後我 我都不是在那裏很久 我是晚上才上去 其實真的很煩 不停聽那些點人數的響鐘 現在那些人好像說有幻聽 是啊 我看完那個報道 我看完那個報道 我心想 你這班人 你這班人 你這班人當然要 我在那裏 因為我最近都出入得多 是會有幻聽的 是諒解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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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會有的 諒解他的 最好笑呢 最好笑的是 我躲在廁所吃煙 吃了煙 我獨立 我會說我捕動到煙霧感應器 很懷孕的 真的會有幻聽 尤其是 如果你有長時間那種 這個危機更加大 尤其是如果你心虛 如果你心虛 我們走得正 踢得正 當然沒事 你響鐘也不是怎樣 那你響鐘也不是怎樣 那你響鐘又被人抓到 真的會有幻聽 會有的 我身處其中 我也感受到那種壓力 尤其是 譬如說你去一兩次 你就不會有 但是你長時間在那個環境 回家聽到也會有的 尤其是磨尿的時候 尤其是磨尿的時候 因為磨尿是最緊張的 不是磨糞 我剛才不是說長時間那種 磨糞 磨糞是最緊張的 因為你習慣了在立法會磨糞 糟糕 不知道今次問不問得及 他們會在想 即是黃國健那些 不知道我今次問不問得及 當他們這樣想的時候 他當然有前科 有一次是問不及的 我們這樣假設 於是他養成了習慣 回家磨糞又是這樣 你來提一下 你有沒有看這個Wonder Girls的MV 有 開頭就這樣 這個 你沒想到你看這些 我甚麼都看的 都是喜歡的 你跟我說日本AV 都是女性 當然是聽眾不喜歡的 好啦 拉布差不多了吧 不是 拉布怎麼差不多 其實你要報告一下 今天你在立法會見到的情況是怎樣 我見到很少東西 都告訴我們 今天 今天主要都是就著 首先要多謝很多朋友幫忙 因為你看到 抑敏他們很多的發言 大了很多的發言 其實呢 因為那個拉 現在是越拉越... 怎麼說呢 可以說是... 越拉越過癮 因為你每一條錶都要拉 你每一條錶都要跟他練 這樣呢 其實 老實說 就不會影響到民生的議題 因為其實呢 那個目標不是要... 那個目標不是要拉這些民生的議題 現在這個呢 出來的效果就不錯 為什麼呢 沒有人會告訴你 就是因為拉布來影響了民生 是啊 他出不了這個計劃 因為他之前在... 而且他真的想這樣打 其實呢 作為議員是有一條計劃的 你就去到... 你就有共識地去到... 最後一天你全部通過就行了 是啊 其實是做到的嘛 其實是沒有問題 即使立場是通過的話 不是有過又不是有過 我想現在的共識是這樣的 可以這樣做的嘛 你適合到民生的問題 一定在這個會期之內 能夠通過 是啊 所以現在那個過程是手段 一定不會影響到那樣東西 但是問題就是說 即使是一個手段 但是你也要花很長的時間 你要真的好... 去... 很多的... 的... 的修訂裡面去找發現 其實是有很多人幫忙的 是有很多人幫忙的 而那個緊急程度 就是譬如說 剛才是... 簡直是不斷地要輸送一些東西 那個辯知性是跑上 跑上跑上跑下 其實是有很多 義工就幫了很多忙 這個是很重要的 特別要講 你也讓我提醒一件事 為何今天只有兩條洞呢 aaa caro 就要做那些東西 是啊 背後是很多人花了很多工夫 是啊 那兩人就沒有做那些東西 所以我們今晚可以在這裡 我有做過的,我沒有全程做的,之前我也有做的 但我現在有其他做的,因為CY經常在陸區,他就擋住我 而其實你看到建制派的疲態 是疲態不老 我經常說,他們是坐不住的 為甚麼會經常點人數呢? 他們是坐不住的 因為這次拉布戰,出了一個很意外的效果 就是原來你看到建制派是不團結的 這個還沒拉之前,雖然會猜到,但猜不到那麼厲害 還有另外看到一件事,建制派是沒有意志 沒有抗爭的意志 當然沒有 原來是散兵游泳,烏合之眾 原來叫他坐在議會裏,去審議議案是不行的 當然沒有 這個就,這麼多年立法會,原來我們是不知道的 也不是不知道的 不過你沒有一些東西去突顯的 你記得有一句名言嗎? 實踐至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沒錯 以前你知道,你沒有檢驗過 今次就驗了課,原來是不行的 所以毓文是科學家 毓文是有科學的精神 純粹是想驗一下這個 你本來,老實講 有講一下局勢 你本來建制派本身已經分兩批 粗略地分兩批 第一就是民建聯工聯會這些 所謂的共產黨外圍組織 另外一批就是所謂的 他們代表權貴 就是那些代表地產黨 地產黨與共產黨 地產黨的派系 即是商界代表 地產商代表 自由黨 這些 又或者那些個別 有名望的功能組別議員 即是那些三點不老很難叫他們來的 但現在更加白潔化的就是 因為地產黨與共產黨之間 已經有矛盾 這只是分裂 正式分裂 而在建制派裏 我們統稱共產系統裏 他還有所謂的共產黨外圍組織 以及共產黨的直系人馬 這兩者之間又有分裂 又有互相的利益 你看到就算民建聯 都不是全心全意支持梁振英 絕對是 因為梁振英其實是一個 可以說我們的說法 他是完全是港共體系 但是民建聯和工會聯會 一來他作為一個 共產黨外圍組織 他在香港責任了這麼多年 而且這個就是我經常說 選舉很神奇 他是經歷了很多屆選舉 他某程度上他的基石 有一部份是真的原始於選民的授權 他這件事很大劑 那他有直選的議員 他有直選 那這件事很大劑 就是去到現在快要9月 這件事對他們來說很大劑 譬如說泰國保皇 其實他們自己都難以自保 因為這些隨時拿出來 在選舉時拿出來被人拆 也都是因為這個原因 也都是共產黨因為看到這個原因 所以在議會裏面需要有梁美芬 需要有謝偉俊 這些直接派 直接是under他們 那個體系的人 我這樣說的 我再補一句 也都需要有黃陽達的 不是 這個是大家不同的需要 那個是共產黨的需要 你剛才說的是人民的需要 人民當然需要我 這些都不明明 不過剛才 要檢驗才知道 要檢驗才知道 凡事都要檢驗過 立法會這裏 大家不要掉以輕心 我再次強調一句 如果你聽這個節目 我和阿達在這裏做 或者阿達就算阿達不在這裏 我和阿Carol做 你撐得起這個節目 就代表毓敏和大舅 在立法會裏很安心去打個場仗 所以大家不要因為 毓敏和大舅 有一段時間不離 大家就放棄了這個節目 甚至說 我們改餘不如 下載聽吧 都不要這樣 你是聽直播的 或者你聽下載的 都改聽直播 撐旺個場去 萬一有些事要籌款 黃英雄沒有在這裏說 對 你照著去撐 特別是阿達就沒有在 賣Radio或者人網裏 曝光那麼久 其實這個月 都應該有很多聽眾 再次聽回來 雖然不是做早上節目 都起碼做回節目 但水準是差一點的 因為我沒有準備這樣做 你做節目是準備的嗎 我準備 我和你做的時候 你好像沒有準備 我收起來了 我準備了一口 我準備了一口 然後就收起來了 你又很害我 你準備了我不準備 我沒有準備 我來到你 會都不能開 我不告訴你 收起來交鋒 原來是這樣的 海箱敲我的牌 結果大家總之 阿達這個月 都在這裏打等 多多支持阿達 現在是不是要去廣告 不是 你看看 如果鏡頭zoom 可以zoom去看阿達 前面流汗流得多厲害 這就是黃毓民聰明的地方 他所以不來 黃毓民真的很聰明 他只要賣Radio沒有冷氣 而且我告訴你 全家靈是每個地方都有冷氣 只是這間房子沒有冷氣 然後剛才進來 不好意思 又是沒有冷氣 那不要緊 外面有就可以了 現在做節目關門 你又說 不用那麼嚴謹吧 這些音質 我們沒有多吵 這個是我要求的 你又太嚴謹了 不過我先這樣說 前面那兩把風扇 無法起作用 真的 他不知道在哪裡 他幫了咪 那些耳機 散熱 不是幫我們散熱 所以黃毓民知道 他不是他搞的 他覺得我拉布這麼辛苦 都應該感受一下 做出那個氣氛出來 下一節 可能我們倆是赤膊上陣 我下一節再回來 我們很和平的 那希望現場警方就保持冷靜 不要衝擊我們的房子 現在有一些緊急的消防 那些急鬥車等等 我都說這樣會呈語的 我都說這樣會呈語的 一樣的是 加強的死亡 來ters 梁 Groce 芯 叫胖 梁 Groce 芫 叫胖 ILL términ konuş 這位先生聽不到你說 saying to me, to you, you send a message to me 梁振鑉 様子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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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吐羅 ENTS へ produits 蓋遊戲 叉吐羅 打到梁振 dire 打到林鄭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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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鄭英已經被包圍了 你已經被人民包圍 請你快點 幫你體操 出來面對真正的民意 打到林鄭英 打到林鄭英 我都很支持警察人員的,我們想打倒特京的嘛,警察是最慘的,我經常都說,又要做這個這樣的,鄭偉雄的政治工具,明明他們入職的時候就是為了保護市民, 保護我們國民,安全,沒錯,為了香港安全,我們不要防駁警察,不要裝甲車,所以我們要打倒林寺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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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倒林寺英。 我们是不会怕乱吹政府的打烂 就算贴家乱产 都应该有真到底 普罗价值 全民政治 My Radio 2012 我记得有一天 我不知道怎么办 你怎么办 神仙都会打烂 会习习习 我记得一条大路没什么 大路就习习习习 我想睡了多久 1 2 3 我想数一下 4 5 10下左右 我想了 然后前面的大火车 什么都见在我面前 直到我面前 我想 顶龙是只有一尺两尺 我们叫那个 我那个朋友叫他醒 我问他 他分着 七百万人 七百万个故事 逢星期一晚 8点9至9点9 Judy Raymond 今晚回来 广告 小明星期一晚 西约乎鲸 飞产 你懂反兽 白产 四面受敌 追反兴反攻 POWER TO THE PEOPLE 貫致聲勢力竭 POWER TO THE PEOPLE 繼續青筋暴染 POWER TO THE PEOPLE 不平則名,只因心系香港 POWER TO THE PEOPLE 身體力行,夾空發空 黄毓民密度,現在和你否釋即戰 POWER TO THE PEOPLE 回來第二節,大家就会見到三位俊男 坐在鏡頭面前 就像路人客,你怎麼沒有笑約 COWER TO THE PEOPLE 你心想什麼,你講出來就可以了 那你現在是否說不是 大家都這麼有才學,那麼威馬 POWER TO THE PEOP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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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你不要那麼兇張 POWER TO THE PEOPLE COWER TO THE PEOPLE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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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THE PEOPLE 再重讓你做節目 千萬不要 就是講到節目的問題 為什麼會在第二節的頭這一分鐘出現呢 就是因為 多謝台長給我一個時間呼籲一下 就是我們天下足球 這個節目myradio的唯一一個足球節目 逢星期二四的八點半到十點進行 由於因為現在暫時目前星期二 我們本身原有的節目就暫停了 所以就為了 因為十點鐘的時段開始比較多人 我們將星期二晚的天下足球的節目 改為十點到十一點半 就是原先十點鐘的時間 拿了那個時段 就是拿了那個黃金時段 暫時的 什麼暫時的 如果少人聽就對不起我們 希望經過台長這樣說 就是希望多些人聽 因為我們都是百零二百上落 我明白的 大家因為日理萬機 有這麼多事情要做 即是去到十點鐘才 不會的 就是偷偷戲 聽抑敏啊 台長啊 老實說看球就好過看政治 這樣我也覺得是 而且你不要擔心那個收聽人數 督數很容易 是 嘩 不敢說這些 希望繼續 即是原有聽開的朋友 八點半聽開的那些 十點鐘都可以繼續支持 簡單我說一句 撐文傑 即是等著撐我們 沒錯 多謝 多謝 那我們會繼續做好的節目 你不稱讚我們兩個英俊 我們都敢對你 即是以得報於 不是 我就是一開始 我不覺得我英俊 我覺得你兩位英俊 我覺得你說我不英俊簡直是誣衊 是啊 沒考慮過 不會拍的 不會拍的 我知道這方面的口罪 我絕對跟兩位沒有得比拼 說球呢 老實說兩位 一定要聽聽 我們天下宿舊 可以一定會 現在又是暑假 遲些我們上來講 是 球季開年之前 我們特別多環節 希望豐富到 你知道我會說球嗎 我知道 其實你也跟我們講過 台長 你有沒有什麼不懂啊 台長 你只會用一個很神秘的角度去講 我再講一下 你又再講一下 1734年那些 第一場足球賽 不是 我講一下 講共濟會的了 OK 這樣吧 明晚10點鐘 星期四是8點半的 星期二就去到10點鐘 如果有些 8點多鐘 剛好經過checkroom的朋友 又可以 或者有些朋友提出疑問 8點半還未開始 或者知道的朋友可以 留言 告訴大家 改了10點 10點鐘繼續支持 天下足球 好 謝謝王陽達英 台長兄 謝謝 謝謝 謝謝你們 先行告對小大宣傳完 再見 我都不讚我們英俊 我覺得 英俊並不足夠 並不足夠 代表兩位所有的一切 算了 算了 快點走快點走 快點走快點走 你堅持 你走 拜拜 拜拜 等你走才會說你壞話 說回剛才那段片 說回什麼片 我去吃煙有沒有看 追擊梁振英團隊做租 他這個就活該了 首先CY一定很討厭我 無論是當選前、當選後 都是周圍鬧面罵他 我 我 星期日 即是昨天 太多事情做 時間都露亂了 不是 我發覺你還是有些狀態 有些問題 我沒什麼時間 我沒什麼時間 是灌亂了大龍 這陣子 首先第一件事 我那天 首先他在屯門那次 我便追擊完他 那次 上次在這個 毓民菜場也說過 身手都打到他的臉 然後 他又再來 老老實實 你說我 有些妄想症 我覺得他是挑釁我的 他挑釁我的 特地來九東還不是挑釁我 九東是我們地盤 大哥 大家都知道 現在連建制派也知道 九東是我們地盤 來到我們地盤 你現在的意思是 第一 我不怕示威 他做素組的形象 我不怕示威 他上次說陸區的反應很成功 陸區的反應很成功 然後 特地來 還要來我區 他其實是有預備的 有預備的 首先 警力佈置 其實這次比屯門 是多了很多的 我估計以後這個習以為常 大家要預期這個警力 只會增加而不會減少 這個是多了很多的 然後 他覺得 上次搞得這麼混亂 他自己走不了 在車上被人罵了這麼久 相當不好受 受到羞辱 這樣 他這次 就是多一點的警力 這樣 OK 其實當時是怎樣 當時是1點鐘 1點鐘 他就開始 這個 下區做素 他才進去 他下車進去的時候 其實門口已經有其他示威者 有社民連 那些這樣在 接著那個社民連出現的人數 就跟我上次 我們去 向他示威的人數 就差不多 接著 都是隔開了 攔住 有些他們都衝上來 有些人遞摺椅 那些 大家順利進去 然後進去 他覺得 這個 在這個 示威的級別下 他覺得是可以控制得到的 控制得到是什麼呢 不是現場的 秩序控制得到 秩序一定控制得到 老實說 我們不是瘋子 亂都是瘋子 他不是覺得秩序控制得到 他是覺得自己的EQ控制得到 他覺得自己還可以保持到 他覺得自己可以保持到 還有他把人放在這裏 這次把CY支持者放在這裏 他自己進去 進去 進去好笑 進去 他先跟大家說 今天場外的秩序 相當良好 聽意見 接著到他出來的時候 我知道他進去 其實當時我就在觀塘 然後 我知道他進去 那邊有人 我知道他進去 其實我沒有想著 在他進去的時候 攔截他 或者什麼 我也沒有想著 進去跟他對話 有什麼好對話 要去調查你 說什麼跟他 那我就不承認你這個政權 沒有事情要你改善 我只要你走 沒有事情要跟你說 OK 好了 我出現的目的就是 告訴他 香港人 起碼 我們在代表的香港人 不承認你這個特首 不承認這個政權 很久進去 他最初 都是想著 十幾人 黃陽達又未到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留意到我 可能他留意不到 但他出來的時候 就很難留意不到我 因為進去之後 他想不到他進去之後 世界會變了 他想不到外面會多了二百人 他想不到外面會多了二百人 他想不到 你初頭進去之後 都是十幾人 為什麼出來之後 外面會有二百人 為什麼進去之後 一定是有人跟他報告 當然 當時就開始緊張 起碼警方也很緊張 起碼警方也很緊張 叫所有九龍東的警察來 這樣 OK 但在那個環境 那個東頭村來的 在那個東頭社區中心的環境 喂 其實那輛車真的很難走 而且也沒有什麼路段可以走 喂 出到來 還要好笑 出來的場面 我不知道有沒有拍到 出來的場面 他是在正門出來 我就在正門 對面的馬路 已經航了二百多人 然後我站在高梯上面 然後他的車 就停在高梯前面 也就是說 他要出門口 正門上車 就要看到高高在上 我指著他跟他說 所以你故意拿著這麼高的椅子出來 是啊 你不要說你見不到我 CY 沒可能 我看著你狼狽地上車 我見到你黑口黑臉 他一出來我已經跟他說 CY又是我 又見到我 當然他出到來 嘩 今次就真是 但是我一定要讚一下我的手足 我一定要讚一下我的手足 我們二百多人 我們當然要營造一個氣氛 你 梁振英 是不受市民歡迎 無論你擺 你擺多少的妝下去 你擺多少的指板妹下去 去做你那個 親民鬧 親民鬧 看你怎樣拿摺椅子出來坐下 拿一本寶 不知道寫什麼的時候 你不要以為只是這些鏡頭 這些畫面 可以塑造到你那種溫家寶的形象 這裡不是大陸 麻煩 不好意思 起碼整個東頭村的人都知道 你那天是走得多狼狽 而出了這個效果 出了這個效果 現在全世界都知道 全世界都知道你是這樣的 好了 問題就是 我要讚讚一下當日的手足 當日的手足是 很有力量 表現得很有力量 但與此同時又表現得很克制 要放的時候 大家就一起放 當要收的時候 大家就一起收 做得相當之好 這個是 還有大家最後是 有輕微的差相 你說這件事 我都想問你個秘密 就是我個人都很佩服你的 當然 我明白 為何你可以在這麼短時間之內 你能夠聚集到這麼多義工 因為這些義工 我現在簡直有人覺得我那些人是收錢的 有些人現在已經在講 我的示威者是300元一個 那便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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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 那些不是示威者 那些當然他們有示威者的身份 但其實他們全部都是幫我開街站的 現在王國健你明白為何周圍都見到我的人呢 我只不過聚集了我小部份開街站的人 是一部份,又不是小部份 這個太誇張 那是我們平時九龍東做工作的總兵力的大概 沒有的,這個關性的邏輯 見到人多一定是收錢的 是啊,都是不明白的 為何會有這麼多人在呢? 我也不明白,那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呢? 當然樣子是有很大的關係 你還留給我樣子 這是很關鍵的 第二就是 要多謝手足的支持 要多謝手足的支持 不是我聚集了那些人 不要這麼說,不是我聚集了那些人 是理念會聚到那些人 而且大家也認同 在九龍東做的工作 但我有個感覺 就是阿達你那些支持者 是真的熱情的 真的有些熱血在那裡 這是我們的理念 是不是你起了這個名字 所以那些人這麼有熱血呢? 不是起了這個名字 是拿了一個理念出來 是認同這個理念的人 大家就近來 大家就近來 大家聽到這些說話 你是不是要搶一搭鞋? 其實不是的 這是我自己的真實感受 不是要讚賞他們的 不是要讚賞我 你讚賞我做甚麼? 我們老實說 都搞了這類的活動很多年 有網台也有 間中有些街頭的活動 我是這麼多年 沒見過好像一個 凝聚得這麼快 組織得這麼快 動員得這麼快 但是有這麼多 我沒見過的人 出來的 是的 這個要慢慢分析 剩下多少時間 有很多很多 你喜歡over就行 第一 首先要呼籲一件事 我們還沒救人 我們還沒救人 即使這麼多 都還沒救 不要覺得我們好很多人 在一個九龍東這樣的戰場裏 在九龍東九月的工程裏 不要自我感覺良好 我告訴你 遠遠未救 我是相當冷靜的 對於整個局勢的判斷 我是一個很知道自己去到甚麼位的人 不要說我自己 因為那件事不純粹是關於我 是我們的團隊 我們的工程 做了多少 不要妄自誹謗 也不要自我感覺良好 覺得你看看那個人 那你還不贏 我就是告訴你 還沒贏的 還需要 第二件事 就是 凝聚到這麼多人 不是我黃陽大 凝聚到這麼多人 是理念凝聚到這麼多人 而剛才你說的 做了這麼多年 還沒見過 或者是比較 為甚麼在這裏會這樣 還沒見過爆得這麼厲害 在這個時刻會這樣 那個爆不是我的爆 你們都有份 包括台長你們 各樣的東西 譬如 那個是整個 對呀 我自己爆也沒有這麼厲害 我偷取了你們的東西 我偷取了你們的東西 我偷取你們的東西 其實這件事就應該是這樣發展 這件事就是這樣發展 而往後也應該會有更大的團隊出來 或者是另一類的人物再出來 可以令到那個界線再闊一點 好了 講回那件事就是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為甚麼會在這個時刻 會好像 這麼多人會出來呢 雖然經常強調這麼多 我都要再講一次 是未夠多 但為甚麼呢 就是因為 臨近一個關鍵的時刻 那個時刻都造就了這件事 好了 第三個原因就是 最後是甚麼呢 就是回答你剛才的問題 有很多你未見過的人 那 這個不是大家 不要錯誤去詮釋 我見過才是搞事的人 不是 我不是這個意思 即是有些新面孔的意思 很多新面孔 不是有些新面孔 是很多新面孔 發掘 發掘我們這種理念 有些人說是激進勢力 又或者是 我們現在可能用一個比較 不同一點的字眼 民主的進步力量 去發掘這一 即是抱有這種信念的新面孔 一向都是我的 我自己覺得 我最需要做的一個功夫 而我這麼久以來 一直都是在做這個功夫 當然 這個真的 我都不會妄自匪博 我覺得我有功勞 我覺得我有功勞 譬如 好像這樣說 譬如 很簡單的一件事 就是 譬如 好像追擊CY 講追擊CY 即是 你要 我經常都說一件事 無論我在入獄之前 如果大家在網上有看過片的話 在鳳德公園 我臨去入賊之前 我也講 那件事怎樣可以維繫下去呢 就是 你起碼要給 無論是自己或是大家 知道那件事是有得搞的 譬如 每次都去追擊CY 每次都是這樣 那你當然是覺得 不能搞的 但是 上次我追擊地道是這樣的 下次 當你已經猜到我又是這樣 的時候 我給200人看 那件事是不同的層次 好 第三次再來怎樣做呢 那CY你猜一下 CY你又猜一下 每次被你猜到 被你猜到 就不是食神 我不會被你猜到 被你猜到劇情 就不是編劇 是啊 起碼你要被大家覺得有得搞 第二件事就是 譬如 因為臨近九月了 因為老老實實說 我真的沒有什麼好被人攻擊 我真的沒有什麼黑材料 沒有什麼好被人攻擊 我也不覺得 你進行說我養的那些 無謂啊 無謂啊 無謂 客觀 太多人 我經常想問你 你會不會有緋聞呢 我會不會有緋聞 生安白做就難一點 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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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我又真的 我又真是 幾 幾 不玩 幾不玩 不抱的人 那 即是我說近年 我說近年 那你 不懂玩 不懂抱的人 沒有樂趣 但近年 絕對沒有 另外就是 又沒有什麼財務瓜葛 沒有什麼黑材料好搞 現在開始有些不是對手的對手 就在那裡連 即是說來講 又說我們激進 又說我激 也有其他事情 但是近日現在就集中 因為好像CY事件一樣 好像CY追擊CY一樣 然後就拿著來 在那裡攻擊我激進 說我太激了 那些 但是 為什麼 為什麼 都有很多手足 再一次多謝所有熱血公民的手足 是因為你們才會成事 為什麼大家會願意參與 就是因為這件事有一個搞 有一個搞的原因就是 你會聽回所有人說我們激進的時候 喂 你真的催我不像 你真的催我不像 你有沒有見過有個人 你有沒有見過有個人 他在他的工程 宣傳工程上面 做一張單張 而那張單張做一個宣傳的小冊子 那個宣傳小冊子 單單是小冊子內容本身 是會值得成為一單新聞的 是會做到這麼多迴響的 就是沒有人做到 就是小弟做到 或者小弟的團隊做到 不是只有我 就是我們的團隊做到 喂 當你不斷地 沒有東西說 拿東西來講的時候 又說我的人收錢 大家都是荒謬的 跟著之後 沒有無聊的事情 找來攻擊我 太激進了 市民接受不了 我想說 全香港最被市民熱烈地討論的 一份文宣小冊子 就是小弟 我們團隊做出來的 市民接受不了我們 你有沒有見過人做一份飲食指南 去做你的 做你的 那份不是飲食男女 大家不會 就是飲食指南 然後 我想說 是搶 你有沒有見過街站的東西 是會被人搶的 是會被人搶的 你有沒有見過排隊路 是不是 那那個是不是激進 那當然是激進 用我的概念來看 但用你們淺流的概念來看 那個不是激進 那個是 喂 我民鬥都鬥贏你 我民鬥都鬥贏你幾條街 今天剛剛才有 今天剛剛才有報紙聯絡我 你知道嗎 其實我一直在說的 就是我們 反領匯那份小冊子 反領匯那個 尋找 我們去尋找好味 那份這樣的 遇飲食指南 於這個 政綱理念 宣揚小冊子之中 那大家拿了 喂 那些OL是搶著搶 你知道嗎 一見到飲食指南 但是回去 你當然會見到 講社區啊 講領匯的圍禍啊 講哪些人投票給領匯 我當然有 立刻覺得被王仁達屈了 不會 但沒有問題 那件事就是問題 你明明那件事是 那件事的威力 在於什麼呢 就是 你就算見到你幾篇文 但是 我又真的想保持 那幾個地址 飲食指南介紹 搜本名菜 那份東西 你是會拜在家的 對嗎 一般 現在周圍所有的人 都在派工作報告 無論 那些 那些不看的了 講幾年 投了什麼 什麼時候 自己去哪裡示威 我不會講這些 我不是不會講 但在這個時刻 我告訴你 誰最能入屋 哪一個人最能入屋 有哪一個敢跟我說 你們的文宣小冊子 會比我更加入屋 你說出來 你自己都不相信 我是真的 不是我 遞進去 是他們搶我的東西 OK 好了 那意思就是 回答你的問題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 不同的新面孔 第一件事要搞 要去做一些激進行動的時候 我給你們 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 好了 你要說溫和 要說去 不是 大眾市民 大眾他們不接受 這些形象 我們需要一些溫和的 或者是另一些包裝 另類的 入屋的做法 你又不會做得救我多 又不會做得救我入屋 對不對 喂 所以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出來 有幾件事 第一就是 他們覺得這件事是有得搞的 第二件事就是 因為 我們一直以來 努力做的方向 我們是從不同的方向設有 譬如你看我這麼久以來做這麼多事情 就是 你很激進 你真的很激進 你激進到走去 衝擊到要坐牢 你很激進 你有沒有見過一個 坐完牢的人 一走出來就做一個舞台表演 你有沒有見過這樣的監等 是不是 喂 你說我激進我是舞台表演者 我一個舞台表演者 然後我做的 我做的文宣 是做最入屋那一部分 最受OL歡迎的飲食節目 好了 接下來我書展又出書了 書展出書 所以大家書展來過 找我簽名都見過 是不是 除了九把刀之外 除了九把刀 喬政府 那些 又或者魏康親自落場之外 排隊簽名最長龍 多數都是我的 是不是 多數小弟 我試過被其他作者投訴 你知道嗎 就是 那些 有些其他星級作家 都說 喂 到我了嗎 到我了嗎 不行啊 黃陽大那條龍還沒簽完 是不是 你說我激進我是文化人 OK 這個不同面向的身份 就可以在不同的範疇裡面 吸納到不同的身份 就是 你經常 我經常都講的 就是 等於我們上集都講的 傳訊的問題 傳訊的問題就是 除了你的訊息內容 要 有不同的程度之外 有時候要淺白 要由淺入心 之外 就是你要有不同的包裝 去吸引他們 去看你的訊息先 那我就是有這些不同的包裝 去吸引了 譬如我現在那個 現在那個 熱血公民 那些手足的組成 有些是我讀者 有些是我讀者 長年的讀者 所以 相當之不好意思 有些人七一遊行 又投訴我們 就是 因為七一遊行的時候 我們走到某一段 大家停下來的時候 他們那個 最大的訴求 口號是 黃陽達交稿 黃陽達交稿 因為他們有很多是我讀者 另外有些就是 聽眾 另外有些就是 因為看完 這個 棟督笑 而來 有些就是 因為議題而來 譬如我們 我們率先去 打起這個 跟這個 廢強陣 合作 打起這個 反強積金的 行動 在領會裡面 領會做到的事情 它是會令到有些人 很多人覺得 嘩 反領會原來還有很多 可能性 可以做的 提供可能性 因為 我覺得現在整個民主運動 或者整個政治的前途就是 其實等於拉布一樣 拉布就是提供了一個 一個想法給大家 原來抗爭可以這樣做的 你要提供到可能性出來給大家 所以你一直 一直說 極進的那些是沒有 你繼續說 那些 因為 其實今屆的關鍵 我們可以很簡單地說 很簡單地說 就是 接下來 接下來的 應屆 就是下一屆的立法會 你需要面對的是什麼 你需要面對一個 港共的政權 而梁振英曾經說過 或者最近其他官員也說過 為23條立法是他們的憲政責任 也就是說 對抗目標是很明顯的 好了 現在其中有一件事 當然我們可以再想其他有創意的抗爭手段 但是 放在面前 好了 我們假設要用拉布 去對抗23條 你投票的時候 你只要問一個問題 誰先拉到布 誰先拉得到 誰有意志 誰想做這件事 是啊 還有要有能力 要有能力做到 你口哼哼說兩句 又收皮 你有意志都沒用 對不對 所以 在這個角度來說 文化人的身份 就帶給我很大的優勢 嗯 這一節 其實阿達 算不算你的廣告呢 不算 當然不算 我只是假設一個狀況 假設如果九月 真的出現這個狀況 那你怎樣投票呢 我不是說我選 但如果有我這樣的人選 你真的沒有其他選擇可以選 黃楊大 是一個假設性的問題 如果有這件事的時候 那你怎樣選擇呢 是啊 如果有這件事 但耳血公民還是未夠人 未夠人 未夠人 不過說到這裏 我再次投訴 我是說到我出汗 大哥 哈哈 我去的地方都是沒有冷氣 我剛剛開辦事處的時候 辦事處也是沒有冷氣 我也算是一個冷靜的人 你頂住這個動物 又是沒有冷氣 不是很頂住 你休息一下 待會再回來 出去量一下冷氣 熱血公民也是怕熱的 好像你坐牢 你去我房間量一下冷氣 我就出去量五分鐘 我跟著回來 去吃喝喝 來 多幾乎 支持 tech 支持私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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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思維 打倒人正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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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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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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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